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人卡尔宾士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汽车以来 汽车技术不断改进 水路两汽车也是研究的重点 俄罗斯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的越野车 它能够应对极端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路况 一时间成为全世界讨论的重点 不管路况多艰难 它都能披荆斩棘 这辆车可以实现车胎自动充气 能够翻越高达70厘米的障碍物 也能轻松涉水 转向如坦克雅灵敏 这套动力系统比较短的轮胎轴距配合 让它能够轻松克服陆地障碍 并在水中行驶 它在陆地上的最大速度为45公里每小时 在水中最大速度能够达到15公里每小时 全身重达1.29吨 车身主体有聚合物 玻璃纤维 增强塑胶制成 车中还装有单极业力变剧器的业力转换装置 遇到阻力时也能够实现扭矩的平滑转换 说到这里你肯定想 这门霸气的车肯定不便宜吧 事实上目前这款越野车售价为4.9万美元 实在是走近访友 居家旅行必备神器啊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创意脑洞 请关注科技美学微信公众号和资讯100秒官方微博就行了 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